艺人黃紫椒涉及未成年事件引發各界嘩然 而實況主統神日前卻直言沒有那麼嚴重 種種爭議言論遭到多家廠商切割 他之前也強硬表態自己絕對不會道歉 昨天呢更直接call in到了北市議員苗博雅的直播 兩個人是直球對決 談了35分鐘 被議員上課之後 沒想到統神事後反倒落淚 更在臉書上面道歉 表示自己以後會多看多聽 確認事實的情況之後 才會發表言論 態度大轉變 苗博雅成功感化統神 也讓他被稱為新的戰神 帶你聽到他今天的最新回應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高處不生寒 你看過去所謂的這個什麼宅神統神 那最後都是沒那麼神 所以對我自己來說 我們其實可能是因為我們自己也是出聲平凡吧 所以從來不會把自己看得有多了不起 大音量什麼的是不意外啦 那可是我也覺得 我至少我相信說 如果我們講的東西是對的 如果我們講的東西是沒有錯 那就不要怕 就把它好好心平氣和講出來 苗博雅羅集電報統神 直播也吸引了上萬人朝聖 直呼實在是太強了 而苗博本人今天都是很謙虛 也希望統神想跨領域談論事情之前 要先多想一下或是詢問身邊的朋友 不過也有網友歪樓說 要統神先繳學費